今天也是一樣,基本上來看一下我們這門課程所有的內容在這裡 不過其實我都會,為什麼我知道各位的學習情況 其實這個GOO.GL裡面都會有相關的這種分析器 就是你們的點擊次數 在什麼時間點呢 點擊次數這邊都會顯示出來 在 今天有22次 上個禮拜32次 這一週是最多的70次,為什麼?因為這一週是其中考試 OK,所以 流量有暴衝,因為我另外還會看YouTube的觀看次數 真的就是在這一天,應該是18號 我發現那一天的觀看次數是 所有的觀看次數大概破百倍 只有那一天,之後好像就又慢慢恢復成正常的情況 這個可想而知,你們的學習情況 好像就一定要考試才會去準備 不過當然這個 幸可能 我是蠻建議各位可以培養你的興趣 這東西其實蠻好玩的 我們這個東西 當然所有的東西都放在我們的這個App 今天的部分 上個禮拜是 102的雲端白板 雲端白板部分 102的還有註冊 所以如果說你有一些細節部分 假如沒有 沒有很懂的話 這邊有個註冊 然後 另外有那個完成畫面 基本上 你們可能會遇到的問題 就是說 註冊一個賬號的流程 這邊有相關的話 比較可能會有問題 因為呢 如果你註冊一個賬號的時候 它有一個缺點 就是說呢 免費的賬號 它只允許你有一個 一個App產生 所以如果你要有第二個的話呢 那就要付錢 而且費用還不算太少 一個月大概要10塊錢美金 差不多台幣要300多塊吧 300多塊一個月啦 所以 如果你還沒有準備好了 當然你可以用一次 可是問題 你只有一個怎麼辦 那我這邊有提供給各位一個 另外就是 你要需要刪除掉舊的 再傳新的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呢 你可以把這個 它提供給你的服務 當成是 轉換成 手機App APK檔的一個服務 那這樣的話你可以 不斷地去使用它啦 那這種方法其實還蠻好的 一個 就是說呢 你可以不需要 暫時可以不需要付那麼多的費用 那問題是怎麼刪除 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說 當你登錄進來之後 那 請你點選下方這個setting OK 如果你要把 你 傳的App 或者是你做錯了 做不好 你要重新再傳的話 那記得就是先把你這個App 把它選取setting setting的下方 會出現一個delete 這個App OK 然後你就把它點 點它 刪除掉 刪除掉之後 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重新再傳了 不過特別注意喔 你刪除完之後 它有的時候會產生 就是說 問題 你要再重傳 特別注意喔 可能你要多一個步驟 就是重新整理一下 再重傳 否則的話 之前好像有同學遇到就是 你把它刪掉 沒有重新整理 好像也沒辦法上傳的問題發生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 如果你要傳 第二個第三個 那你可以 先把舊的刪掉 這樣子的話呢 基本上 就可以得到你要的結果了 OK 我想這個畫面在這邊 請各位自行參考一下 如果你有不懂的話 可以 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那上個禮拜的這個 102的App 裡面最重要 最難的應該是這個 建立這個 導覽列 OK 導覽列部分 其實最關鍵的啦 最重要的就是這個框框裡面的東西 實際上就是這個 Napbar 特別注意 我上個禮拜有講到 你一個步驟做錯後面可能就全錯了 所以你可以善用Ctrl-Z Ctrl-Z就復原 如果你做錯了 也許你就把它復原 重來做一遍好了 你千萬不要一直做一直做 因為一直往後做 會越來越糟 OK 可能會改不回來 再不然的話 你要記得 你將來 你做的東西 頭尾 你把它刪掉就可以 記得就是Content 這個Content這一行 一直到哪裡呢 一直到那個 最新消息 就是 就是這個上面的東西 你可以把它刪掉 一直到 這個上面 這個中間這一段 把它刪掉 有時候就恢復 你再重做 有時候就可以重來了 OK 你要知道結構啦 那為什麼我要請各位 就是把它做分割的原因 就在這裡 因為呢 你在 這個 右邊的部分 有時候 看不到細節 那如果說呢 你了解到那個 左邊的程式碼的話 那你將來呢 可以 很容易的去幫你做一些 刪除部分 大概會有這些東西 尤其是這個NEPA 我想做錯的機率非常高 同學有做一次 那還有其他的這個 相關的畫面 我想怎麼做 就是這邊有個版面 你可以加一個版面 然後再把字加上去 那如果動態的那個 畫面 那請各位就看影片 部分就可以了 還有底下有個程式碼 這邊有個程式碼 就是我做完的 我把它貼到這邊 包含就是說 這邊怎麼去做啦 那第一個 你要 一一 你要插入 總共有四個頁面 那這四個頁面怎麼來的 因為我們有一定會有個 首頁 再加上 最新消息 新書登場 認證課程 所以有Page123 大概就是這樣的邏輯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 加上導覽列 首頁導覽列 下面看到 這一個區塊 如果說你要 加在頁手的位置 這個東西 如何去做 出來的 答案在這邊 那你就按照這個步驟做了 如果做完之後 假如說 還是有問題 請你比對一下 中間這個區塊的程式 不要多也不要少 它一定是一個什麼 DIV 這個DIV指的就是插入這個DIV 那在那個網頁或者是手機裡面的DIV 基本上就是指的就是一個板塊 這個板塊裡面 其實就是一個框框 這個框框 裡面你要放什麼 你可以去制定 後面的話會有一個Data Room 就是這個 框框它的角色 你要拿它來做什麼 那我們要來做一個NetBug 它就會自動幫我把這個框框裡面的資料 變成一個NetBug 那這個NetBug裡面的話必須要一個項目符號 所以 開頭 Ul結束 這個就項目符號 裡面的項目 一定是Li Li OK 裡面的超連結給它 這樣的話就可以 產生我們要的 其他的話還有包含就是說 怎麼增加那個 小圖式的icon 等等的 把它加上去 那這個部分我們導覽力就完成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是上個禮拜的重點 那我有把它放在雲端上面給各位參考 那今天的話 我們就來利用這個類似的範例 我們來做一個 文學家吧 那我當然第一個想到也許是 想到就是 可能我直接想到的意思是徐志摩好了 比如說我就想說 有沒有辦法把那個徐志摩做成一個手機 一個App 那我後來就在這邊找一下徐志摩 OK 那當然你如果不喜歡徐志摩 你喜歡別人都沒關係 因為其實看起來 徐志摩在當時 其實蠻爭議的 為什麼 因為他這個跟他的老婆 就 就離婚了嘛 而且在當時要離婚這件事 應該不是太 太容易的 非常受爭議 所以他就跟那個張又怡呢 就離了 OK 那邊有個結婚 然後有離婚 然後後來又跟他又後來又喜歡那個林輝英 可是林輝英可能 對他來說又不是那麼喜歡 所以 沒有跟他在一起 最後的話呢 又跟陸曉曼在一起 結果陸曉曼在一起 陸曉曼當然很 很需要物質的 所以他就 只好 到處去 上課 OK 最後當然 35歲 非常年輕 就失事了 那像這個地方 假如說呢 我希望把 類似像徐志摩啦 然後我就有個直覺想說 徐志摩 導致一個蠻好的素材 那有沒有可能 就是說呢 我做一個手機的App 然後可以把 徐志摩的相關 這個 一個介紹 把它 由一個網頁 變成一個App 那他的好處就是說呢 第一個 如果今天你把那個 維基百科放在手機上 字會怎麼樣 太小 而且 版型基本上 就不符合手機上觀看 所以如果說你可以把它縮小 在手機上觀看的話 那當然會是一個好事 於是呢 我就想說有沒有人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呢 我怎麼知道有沒有人做這件事情 其實很簡單嘛 一樣你到Google的首頁上面 你去找一下 那個什麼 Play商店 各位應該都知道Play商店 從那個Google首頁的 呃 右上角 這邊有一個 九宮格嘛 Play商店在這裡 當然這個Play商店 跟你手機裡面那個Play商店 是一致的 也就是如果你登錄的是同一個帳號 它也可以自動幫你安裝在手機裡面 也就是說你在這邊找到 你安裝之後呢 它也可以幫你 安裝在手機裡面 於是呢 我就想說有沒有人做這件事情 所以呢 我就在Google Play的搜尋上面 打了一個叫徐志摩 那各位猜猜看 有沒有可能有人做徐志摩的App OK 答案到底是有還是沒有 答案的話 後來當然是否定的 沒有 我想說 徐志摩其實應該是 現代文學 談上 我想至少他還是一個角色吧 OK 你至少 不會略過他的 而且他的人生其實還算蠻精彩 雖然是很短暫 OK 所以呢 那我就把它搜尋一下 就發現呢 結果居然沒有人做徐志摩 那這件事情呢 讓我 興起了 我有一個很大的動機 那沒有人做呢 那我就我來做好了 於是的話呢 各位可以搜尋徐志摩搜尋一下 這個時候各位可以看到 就出現了一個徐志摩 不過徐志摩的下方 出現了三個字 那就是我的名字 因為我就真的 想說 為了 讓徐志摩呢 能夠 被看到 所以我就怎樣 我就拿了一些網路上的資料啦 當然這資料的話 我要敘述一下 這個是來自於網路啦 然後來自於哪個網站 所以呢 我就把 把剛剛所講的東西 把它包裝了 然後把它放在這邊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的話 當然你等一下 假如說你要了解 我們這門客 到底能夠做出什麼樣的結果 而且呢 實際上呢 真的能夠做出一些 文學 跟 手機APP的連結 這件事情 其實並不困難 OK 而且呢 其實我覺得 非常有必要 為什麼 因為你說 這麼多的好作品 奇怪 就是沒有人去做 那問題 你手機裡面 該放什麼 難道放遊戲嗎 難道放一些 可能是 只是工具的東西嗎 對不對 或者是只是 什麼Line FB 之類的東西嗎 那沒有其他 更好的東西 當然我甚至想過 如果可以把中國文學 所有 歷代的 文學家 每一個都做一個APP 會不會很困難呢 其實我覺得倒不困難 只要你把 惡意識的 這個流程做好 然後一個一個呢 也許 每一個人分配工作 下去 我想 中國 文學歷代的那個文學家 每一個人都會有一個 他對應的APP 或者不 甚至不止一個 不過 倒是 蠻可惜的 目前 但沒有人 為什麼沒有人做 我就覺得是一個 question 為什麼呢 那答案當然 各位自己去想了 OK 那這裡的話 要怎麼去做了 底下 不是很重要的 就是說 如果等一下 如果你想要 試試看 就是這個APP 的一個情況 但這個東西 就跟我們上課 是一模一樣的 東西 只是把那個技術呢 轉換成 徐志摩的內容 裡面呢 都可以看到 目前 感覺還不錯 為什麼 因為呢 只要有下載 有安裝的 目前來說 都給我五顆星 所以呢 請各位 等一下的話 應該 也不要改變這個數字 數字 OK 那我 我這個可能 課後 我的 也許 這個當然會影響到 一些一些數字 也許 可能那邊還有 平常作業成績 還有什麼 沒有 這跟那個沒有關係 OK 如果你要 如果你想了解 請各位下載一下 其他的話 大概是這樣子 不過做這個東西 會不會很困難 我發現其實不會很困難 而且還蠻有趣的 雖然他花了我 非常多的時間 而且這個東西呢 跟我的工作一點關係 也沒有 可是反而 這個比工作還有趣 因為做出來成就感 我發現 這個還蠻好的 那後來我就在其他上課的地方 跟其他上課的同學 介紹的時候 居然有同學說 打開這個 網頁的時候呢 他看到這張照片的時候 居然說 老師你為什麼要放你自己的照片 說跟我長得很像嗎 眼睛是不是 有問題 OK 那 大概怎麼做出來 我想各位可以 其實他主要就是說 把一個 也許維基百科 那當然我是用那個維基百科 裡面的圖 做一些 非商業用圖 所以這個是被允許的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裡面基本上的圖跟文字 我都是來自於維基百科 那裡面的話呢 我只是把它重新在 做一個 就是 編排上面的最佳化 比如說呢 我們的 Netbar 導覽頁部分的話呢 當然我把它區分成四個 因為其實 導覽列 特別注意 他最多 你就放四個就好了 你不要放太多 為什麼 因為你放太多的話 他會變成有兩列 他會不好看 所以呢 大概我就是把它分成 兩兩列 然後呢 底下的話 List view 因為List view清單 他可以放的比較多 所以呢 基本上 我上面三個就是 把徐志摩裡面的 這個綱要 目錄部分呢 分成1234 下面這邊沒有 因為下面有些比較不重要 1234 裡面的細節呢 我就把它放在哪裡了 細節部分呢 就放在下面 List view去展現 那他的好處就是 我點擊升頻 升頻部分的話呢 底下 這個部分的話呢 就會有底下的 細部的 Page 所以基本上 我的Page編號一定是 Page 1 Page 1-1 Page 1-2 一直到1-5 也就是說點擊升頻之後 裡面還會有 細節 還有三個 還可以再連結 那這樣的話呢 可以很方便的 去做呈現 裡面大概 頁面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大概長 這樣的底下的東西 List view 裡面 當然你如果說呢 放在手機裡面看 有一個手機版的 那絕對的 我覺得是方便許多 尤其你看那個網頁 你會發現這個 密密碼嗎 可能你在手機裡面看 應該會 會 沒有辦法習慣 可是手機裡面就OK 那 我們等一下的話呢 我想就是利用那個變化題來做一下 就是說 之前 把102這個App 換一個內容 這個內容部分的話就是 那個 我是從徐志摩 這個 百科全書啦 所以你關鍵字 查徐志摩 應該第一頁就可以出來 那或者是說呢 你們可以在雲端白板裡面 找到我有一個 範例檔 這個就是字摩 的原始檔 你也可以怎麼樣 不過特別注意 你想說 老師為什麼你 乾脆打成中文 那原因很簡單 因為 Adobe的那個網站 他 不接受 中文編碼 所以 特別注意 你如果網站裡面有中文的話 請你把它改成英文的 所以沒有辦法 我就直接把這個 你們等一下 也可以把它當成一個 一個 範例素材 把它下載下來好了 那我們今天的主要就是 稍微來講一下 徐志摩這個 文學家 然後他怎麼樣把它轉換成一個 當然複雜度 會稍微多一點點 不過呢 基本的邏輯是一樣的 那第一個是 徐志摩 那第二個呢 請各位自己再想想看 你喜歡的文學作家 也許是現代的也可以 或者是古代的也沒有問題 因為你比較喜歡 就是 先秦的啦 衛星南北朝啦 漢代的 其實都沒有關係 你就找一個文學家 OK 那你千萬不要找一個 不是文學家 像之前還要問問我什麼 老師我可不可以做什麼 做周杰倫 但這個是 就就 因為 他基本上不是一個文 而且盡量是已故的啦 就是說如果你做現代的 恐怕爭議性會比較大啦 OK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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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